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今天是11月21号 礼拜一嘛 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当然以我们台湾的环境来讲 这一周大家应该会非常的关注 可能选举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运动赛事的一些新闻消息 那首先因为这个六日 刚好有一个投资人问到我一件事情 刚好对应到今天的盘事 因为今天的加权指数是以下跌55点作收 那一位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应该也在看我的节目 你问啦 你说市场上面现在很多 尤其是台面上的分析师 为了可能要收会员 我们不管 都会讲说 你看11月我们有一个选举行情 美国选举完 这个礼拜换台湾了 那但是大部分的投资人 你不是这一个礼拜 你做完股票 下个礼拜你就不做了 那他问的问题是这样子 也许也是你心中的疑问 你说那这个礼拜 就算真的走多方格局 或者是我们的 我们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护国基金什么之类的 帮忙互助台股 但是下个礼拜呢 选举完了之后呢 会不会又走空了 这个是你担忧的嘛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不是这个礼拜做完 下个礼拜就退出股市了 那首先啦 我给你的第一个解答是 第一个选股嘛 所以来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要先跟投资人讲一档股票 那这一档股票呢 在我心目中的规划 不多不少 后面有20%的空间 那这档股票 当然是因为我们的会员 今天跟明天 我们才规划 要去做进场的动作 今天试单 明天没有问题的话 会再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那这一档股票呢 初步我规划 会有一个20%的空间 那这一个20% 基本上因为我们先把价格 盖掉了嘛 先维护一下会员的权益 这20%的空间 就是因为我们去预估 这一波它后面 有可能去过前波的高点 是可以轻而易举的越过了 那我们称之为 为了让大家好记 我们称之为 华琴记家第二 这一档股票 其实以它的现行来讲 也不会太难猜 那买股票呢 我们先跟投资人 先讲一下啦 我说其实如果今天 有一档股票 如果在做的 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国安基金啊 不是外资啊 投信 如果是业内主力 那反而这一档股票 第一个 你不用参考政治面 它会原本就应该 走自己的结构 所以我们就来看 有没有符合 第一个 我有跟你讲过 市场上面 现在有一些辅助指标 是比较进阶的 那这个指标呢 它统计的不是像 你以前过去的 什么KD啊 MACD啊 那些辅助指标 基本上 其实也可以用了 偶尔我也会参考一下 在价格决定上面 基本上我认为是 总比没有好 但是反过来 我有跟你讲过 我说你买进一档股票 其实最重要的原理 基本面固然很重要 产业面当然非常重要 但是另外一点 就是这一档股票的背后的主力 甚至可以说是业内主力 有没有跟你站在同一边 有的话你才能做进场的动作 因为我有讲过嘛 我说如果你去看财报 单纯的财报可能是落后指标 那你看一些新闻啊 报章杂志 有些时候是你过度美好的想象 也未必会涨 有些股票真的基本面也不错 但是不见得就一定会涨 相信你也很清楚 相反的 就算只是提财面 就算只是本梦笔 只要主力愿意进场 愿意去拉抬自家的股票 基本上这种个股会涨得比较久 所以我们先规划了一个20%的空间 等一下我们会先来讲 因为我们这段期间 我们把华琴跟技嘉给出掉了 今天出的 那我们今天出了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买新股票 因为我有讲过 我说我们的会员 虽然我们一直不断有新会员加入 但是我们不可能 每天天天都有新股票 市场上有一些分析师就这么演 你会看见他的节目上面 每天都拿涨停板出来 然后你会发现 他跟你讲 他说你看这个族群我也有 那个族群他也有 只要是市场上面涨停板的股票 好像他都有 那基本上他的做法 你应该也很清楚 就是每天都可能是射飞标 随便看到哪一只 今天突然爆量长虹 全部去追 大概就是用那个方法 所以手上 每一档涨停板他都有 那我有跟你讲过 实物上这样的做法根本不可能 我们是实际代单的 不是在节目上面表演花拳秀腿 秀涨停板的那一种分析师 所以我们先回来看 你可能会说 老师 这20%的空间 你不能说多啦 但是好像有点少 对不对 好我来跟你解释 第一个 我们先就筹码面 我已经跟你解读完了 今天我在节目上跟你讲这档股票 就是因为他的筹码面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先回答投资人一个问题 你说如果一档股票 他会不会只涨到这个礼拜 礼拜五 因为这个礼拜就要选举了 会不会下个礼拜 就开始走空头了 那至少我跟你讲 如果你会选股 因为现在 阻力比你还紧张 阻力自己在里面 你的筹码 绝对没有他多 你在这档股票里面的单子 绝对没有他多 所以不用担心 这次就筹码面 我跟投资人做的一个回答 那技术面呢 今天走出这个现行 我有跟你讲过吗 你看到前面原本是蓝色的 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用均线的原理 往前延伸 告诉你这档股票 有的是支撑还是压力 如果是压力 压力是大还是小 前面它的压力其实颇大的 所以我们等它消化了一下 前面会经历过整理 现在这个东西叫做表态 你往后 延后到最后面来看 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它的卖压目前为止 已经全部消化完毕的 谁做的 主力做的 绝对不是国安基金拉台 因为这档股票 其实资本额也不算很大 是一个中型股 那是有成交量的 所以我认为大家都可以 一起来共襄胜举 那讲这档股票之前 我们要先理解它背后的原理 你还记不记得 11月初的时候 当时是市场上面 几乎可以说是这个月 最恐慌的时候 为什么 利率决策会议 然后偏向于第四次三马 11月初 11月初那个时候 你是不是吓得要死 鹰派 但是这一段期间 我是不是在节目上 有跟你讲过 我说鹰派消息之后 但是有一个族群 我认为它会逆势长 叫做伺服器 那我跟你讲伺服器 当初我跟你花 最久的时间讲 其实是2376的 技嘉这一档 那我们的节目 当然不是要跟你秀什么 你看它涨多少% 我反而是喜欢跟你讲 我说当初我们研究 一模一样的操作模式 是可以复制的 我说 你说我6月7月8月9月的时候 我对技嘉有没有兴趣 其实还好 因为那个时候 技嘉这档股票上方是有压力 所以我们要先等它的卖压宣泄完 卖压宣泄完 如果阻力也跟你站在同一边 筹码面也跟你站在同一个面向 那这一档股票 后面从空方结构 转为多方结构 就会比较快 第一个 空方结构走完 代表这档股票 你是买在低点 相对安全 到今天 因为今天各级会员 有技嘉的 我们都已经做一个获利了结了 到来来看今天 2376的技嘉 先做其中一段的获利了结 不是说从此开始走空方 不是 是就这一段 因为上个礼拜连续走红三冰 这个我有跟投资人讲过 我说现在有一些技术分析 你十几二十年前 你看着教科书也许可以赚钱 但是现在 主力基本上都是倒着玩 什么意思 你应该也有听过一个K线形态 叫做红三冰 就是连续三根红K 那代表着这一档股票是强势的 对不对 如果用在二十年前 我或许会说 它好像可以用 而且我们还要去评估一下机起 如果现在的台股 可能不要说什么3955 那个太夸张了 7000点8000点 相对低的水位 你说红三冰之后 表示这档股票转强 那我认为其实还算合理 但是今天的台股 基本上它的位阶不是在那边 那你就要知道倒着来 红三冰之后 你反而要倒着来 做一趟获利了结 这是我们把2376技嘉这档股票 做获利了结的原因 技术面的操作 除了2376技嘉 来这档股票 我们也花蛮多时间讲的 3515的滑琴 3515的滑琴 是不是也是一模模一样样的走法 连续三根红黑红三冰 今天你做一趟什么 当然今天是量缩了 这档股票 因为前面是技嘉比较强 后面是滑琴跟上脚步 今天它修正的幅度稍微比较少 你也可以做一趟获利了结 我在这个族群里面 特别跟你讲技嘉 特别跟你讲滑琴 是因为我以前我有跟你讲过 甚至我本人因为是被一些平台受邀 我说也许我们操作的还不错 被其他的平台受邀 写一些文章 那我有讲过 来 第一个 这个是我本人写的 来我们看下面就好 我说 目前为止它的毛利率 位处于地板区 叫做显卡 那我有跟你讲过 我说 为什么它不会受到 景气循环的影响 首先如果以毛利 砍最凶 之前砍最凶的是技嘉 因为我有说过 我说 大部分的人 可能到第三季的时候都还 到现在都还会跟你讲说 什么显卡 就是跟数位货币做联动 那我有跟你讲过 我说 甚至连两大数位货币 比特币跟以太币 以后都不是用显卡来挖了 比特币早就不是了 那显卡是因为 那以太币是因为九月 他们改机制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 我们不谈 重点是 我是要跟你讲 技嘉跟华琴 请问 他们的下游最大宗 是数位货币吗 其实从来都不是 是什么 答案是 是伺服器 所以为什么 11月初的时候 我在节目上面 那个时候不是鹰派吗 鹰派的时候 我去跟你讲 我说如果你是正规君的话 你要做多 因为它的中端下游 的消费市场 在于伺服器 不是在于数位货币 所以这就跟一般 普罗大众的投资理念 产生落差 大家都会认为 11月初的时候 大家不是说 你看人家的平台都要倒了 但是我有跟你说过 不要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台湾的显卡 下游是伺服器厂商 不是数位货币的平台商 这个投资人你要先搞清楚 所以来 再回到源头 所以今天为什么 我要跟你讲一档股票 叫做伺服器概念股 我称它为华琴跟技嘉第二 就是因为它从每一个面向 当初87块钱 也许那个时候你在恐慌 所以你不会去注意到 甚至一档 我不是介绍你一些什么 乱七八糟的妖股 我是介绍你正规君 你都不敢买 为什么 那个时候你恐慌 你担忧 你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像这个礼拜 你如果不进场 你找到理由就是 那选举完不是就没行情了吗 我说来 11月初 我给过你一次了 我跟你讲 即使联准会放出的消息 叫做银派 但是伺服器怎么样 今天叫做验证 伺服器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这个礼拜选举完之后 伺服器是不是就会走空 答案是刚好相反 这档股票好好把握机会 那我们讲完了华琴跟讲完技嘉 现在第四季 基本上已经快要到11月底了 我们干脆把我们这段期间 我们的价差班的东西 全部都讲完 来 从第四季开始 我有跟你说过 我说盘式这个地方 是不是超级大好 其实当初我们针对大盘的评估 因为台积电当时 因为我们也没有想到说 原来巴菲特有来买 我对于台积电的评价是站在中立 我既没有去多它 我也没有买 我也没有去空它 我们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 但是因为我讲这档股票 基本上后事有点不明朗 像今天大家都在讲说 你看未来的三奈米厂要去美国盖厂 是利多还是利空 其实这件事情我是稍微偏向于利空解读了 未必是利多 但是我们先把我跟你讲的一些族群先讲完 来先回过头来 当初我在跟你看好 我们台湾的试服器相关概念股 请问这些资料中心是盖在哪里 你也知道嘛 盖在美国嘛 我跟你去预估这些资料中心 我们是从北美的四大资料中心厂商 像什么Meta 亚马逊 Google 我是跟你从那些厂商 他们发出来的财报 发出来的文章 甚至一些比较具有公信力 他们出的报告 我跟你讲的事情 我跟你讲 我说没有关系 即使那些资料中心盖在美国 但是我们的台厂呢 基本上还是可以受惠 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 我们也稍微解读一下 台积电这件事情 三奈米厂盖在美国 就台积电本身 我稍微偏向于稍稍的利空解读 不选择盖在台湾嘛 但是呢 未来以终端的需求来讲 其实我们台厂后面有没有机会 其实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就要还是要先解读一件事情 因为我有讲嘛 我说以我们台股 你是做股票嘛 所以你去备后会去 去评判一些营收的成长空间 你可能说 老师我有听你讲过 你说我们台厂的成长空间 每年会有20%的成长空间 你可能会说 老师 这个图不对啊 这个图 上面来导播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他说2022年成长空间在6.3% 2023年在5.2% 2024年预估在5.9% 都是5%10%之内的成长空间 老师你怎么说会有20%的成长空间 我这20%的成长空间 第一个 5%是指美国厂 伺服器盖厂的速度 你不可能说 哇 今天盖好一个厂 明天马上另外一个厂就盖好了 每年大概会以5%的成长幅度 但是对应到台股 其实我们的成长空间 像这件事情 其实它不是新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11月20号 他今天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头条 也许是因为这段期间 伺服器的股票都上来了 所以后面的那些什么新闻记者 当然必须要这么写 跟你讲伺服器是主流 其实两大新平台就是Intel 两大他们有新平台要问世这件事情 Intel跟AMD这件事情 其实是记中你就应该要知道的讯息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没有在推荐说 这个地方你还要付10乘10的资金 去买记家 去买华晴 不是哦 甚至有一些股票 你可能会说 他明明说5%的成长空间 但是回推哦 我们的台厂 究竟每年有没有20%的空间 来 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有跟你讲 我说我们普通会员 我们要求的是稳健 当初我们有买进一档股票 也是11月初嘛 来 我们来看这档股票 直接秀讯息给你看 3693的银帮 他做什么 他做伺服器饥渴的 伺服器饥渴 大部分的投资人其实是没有兴趣的 会说哎哟 好温吞的股票哦 3693的银帮 11月初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买的价格了 68.9到69元之间 他做饥渴的哦 是投资人在心目中 原本你印象认为说 这种股票不会动啦 对不对 3693来 我们来看一下 3693的银帮 上一个礼拜 他发生什么事情 他创高 中间的幅度就这一段 11月初到现在 中间有没有20% 股价 股价有没有20%的空间让你赚 有 你自己算一下 我们就不秀了 回推到他的基本面 其实他和去年的同期比 有没有20%以上的增幅空间 今年2022年 大家都会认为说 这个产业衰退 那个产业也减产 但是伺服器呢没有 而且伺服器只要美国的资料中心 每年是以5%的成长幅度来看 我们台厂 我们不可能全部吃下来 我们台厂 营收的成长幅度 就会超越20%以上 银帮这档股票不是证实了吗 所以他的股价 有没有20%以上的成长空间 有 今天一档股票 我们也不用花时间跟你讲银帮 因为如果需要我在这个地方 婆婆妈妈来讲一档股票 大部分那档股票通常都是跌的 为什么 你就是套牢了 套得很深 需要我安慰你 我才帮你解股票嘛对不对 解说这档股票没有问题 你先抱着 今天一档股票 创高 创高代表着大家都赚钱 大家都赚钱 其实我觉得我不用多讲 你自己就会操作了 因为已经大家都赚钱嘛 赚多赚少的问题 看你自己什么时候要获利了结 大家或多或少都会点技术分析嘛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在这个时间 多花点时间去讲这件事情 大家都赚钱 只是回过头来跟你证明一件事情 伺服器饥渴 已经是伺服器相关族群里面 大家公认毛利比较没那么高的一个次族群 今天都这一档股票 而且我还跟你说 主力基本上我认为甚至还有时间开玩笑 因为11月9号我们买 那天怎么样 1111的时候 他那天涨停板嘛 刚好就是1111张 主力也蛮有趣的 还有时间跟我们开玩笑 表示他是很放松很轻松的在做操盘 所以这档股票创高了代表着怎么样 回推回来 记得我今天跟你讲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担心会不会是只有一个礼拜的行情 那我有跟你讲 选股可以避掉这个麻烦 要选什么股票 第二轮的伺服器相关概念股 第四季我们这样子操作 我有跟你说过 今天节目时间不够 可能没有办法跟你讲 像我们之前针对面板 显卡新能源IP族群赚价差 我们的绩效就在这个地方 甚至更多 因为后面 我说我们甚至连纸张都不想浪费 告诉你我们操作的族群 族群先对了 你选的股票先对了 后面就是短线跟中长线的问题 所以前面的你错过了就错过了 这档股票投资人你好好把握 节目的下半段回来 等一下我们会针对其余的个股 还有大盘做一个解释 我们先进广告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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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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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车怎么开的 一门噴噴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消费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棒 播 话 疑等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节目还有点时间 我们节目的下半段 我们先从我们今天期货操作的部分先聊起来 今天11月21号 今天我们做的一笔单叫做空单 我们今天就做这一笔 因为今天基本上也是一个曲金盘 我们今天先针对盘式 我们预估今天比较容易出现天花板 所以今天9点29分 我们14490上下两点 我们做空一笔空单 画的这条蓝线 就是我今天预估今天我心目中的天花板 今天确实也如我们所料 确实就在天花板这个地方来回震荡 那我们这笔单是实际上是到9点39分才成交的嘛 那9点30分成交基本上你就可以抓出一个今天的空间 那你可能会问 老师抓到空间是没有问题 老师今天为什么你看空 那我有讲过 跟选部选举基本上没有很大的联动 问题是我们以现在的加选指数 以现货来看 现在本来就遇到8月9月实质性的卖压 不是虚的 不是跟你画一条切线 那个叫做虚的 现在遇到的是8月9月实质性的卖压 然后KD值K值现在在88 它本来就要先宣泄一下来到80以下 所以就算单纯的是以技术分析 今天本来就应该宣泄 关键点位呢出现在13950 这个点位撑住搭配股票 它才是下一段的发动点开始 所以我们预估应该是真正 反而是在我们台湾选举完之后 那一个转折才会发生 今天的节目时间不太够来 有些股票可能没办法介绍到 比如说3592的Rating 这段期间我们也花很多时间 跟投资人介绍 涨高了过高了你不要追 反而这个地方你要先做一趟了结 8155的博制也是一样 都是伺服器相关概念股 过高怎么样不要追 不是突破买 而是突破做一个获利了结 2465立台这些股票 全部都是这样子 节目时间不够 没办法多讲 期货的部分我们也只能稍微带一下 回归来股票这件事情 所以20%的空间够不够 因为20%代表这一档股票 要创高了 所以我们先预估第一段 先给你20%的空间 不多讲 不是乱喊说什么股票即将要翻倍 而是稳扎稳打稳稳的获利 把每一档波段股都放在你的囊中 都放在你的口袋 这才是正规军的操作 当然第四季我们称之为驾差班 有兴趣的投资人跟上我们的脚步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下期见 本投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开门 我摆 你们在干嘛 我帮我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醉了吧 你被用的钥匙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又吃了 保力达蛮牛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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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答同步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得